诶 演变 我以后不做 给倒火录一下 把箱子打 走了 人可以找 钱留下 他是边境的极度警察 却不得不大半夜去接 因为打架被关进橘子的妹妹 这个不听话的亲妹妹 甚至差点被毒贩杀掉 一切都要从边境的商业街说起 红雷提着一袋东西和老大出现在楼上 可他们没有去见任何人 而且拦着即将下班的牙医 看了看光头老大的牙 牙医确定 这得上工具拔 拉上卷闸门就准备手术 红雷把小女孩锁在外面 牙医也没想太多 只是专心给客人拔牙 她知道这里不安全 可从没想过要掺和进去 觉得不主动惹事就不会有事惹自己 然而小小的牙科诊所 怎能逃过厄运 对面面馆里坐着四个凶神恶煞的汉子 干嘛突然换地方 不相信了 怎么会呢 就是肚子突然有点饿了 想吃点东西 一方要东西 一方要钱 按规矩 先给钱 再给货 看到包里白白的都是粉 埋伏在附近的警察立刻动手 此时牙医出来 把女儿拉进门 随手就关在小屋子里 不肯再让她多看一眼 接着继续拔牙 好像无事发生 可是队长尝了尝这些白色的粉末 发现被骗了 全都是面粉而已 警方无奈 只得先把人带回去 然而就在此刻 男人朝牙医诊所看了一眼 仅仅是这一眼 队长意识到情况不对 平白无故 不可能被抓后还会看一眼的 此时光头老大也发现气氛不对 转过身对红雷交代 最后便安心躺在椅子上 等待审判降临 红雷提着白粉冲进厕所 疯狂把白粉撒进马桶 光头老大就在外面和警方枪战 而红雷却没再多看老大一眼 抱着牙医女儿当人质 从诊所里逃出来 街道巷口早就安排有警方人员 红雷只能跑上天台找机会 可私下看去 根本没有能逃命的地方 唯独后边一处杂乱的小院还有一线生机 队长沾了马桶上的粉末 确认就是白粉 牙医不管那么多 她只想要回女儿 然而此刻可怜的小女孩 正被红雷拿枪指着头 见过交易的人很少能活下来 可最终红雷还是心软了 她再怎么邪性 也不忍心对这么个小孩子下手 于是又抱着孩子离开树林去码头 找早已等在那里接应的小弟 就这样带着女孩远远离开交易现场 可事情还没完 红雷必须回老大家给个交代 他不会照顾小孩 幸好路上有善良的和尚们给孩子喂水 老大家里还有个独子 得知亲爹被抓了 上来就是一脚 质问红雷 怎么就能平平安安没被警察抓 得知小女孩是红雷带回来的人质 当时就要开枪 还好被红雷拦下 说可以用小女孩的命换回老大的命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警方早已在牙医的皮鞋底部装上窃听器 只要交易开始 就会立刻拿人 此时路上多了一个颓废的人 小弟们见状立刻把他推进皮卡 载着他一溜烟扎进无边田野 等牙医站在邵东家面前时 他要求牙医 想办法把自己亲爹带过来 四肢头脑都不发达的邵东家 根本没发现牙医鞋底的异常 红雷却是很明白这里面的道道 只是他不会出言提醒 一旦老大回不来 大全就会落在他和邵东家手上 而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绝不是红雷对手 所以带着牙医并没去和警方交易 半路就停下来 还示意牙医下车 然而红雷没有睁开枪 他示意牙医不许说话 随后脱掉鞋子 伪装出脱尸体的声音 再奋力一致扔进水里 最后还不忘给牙医一双拖鞋 原来他那天根本就没把所有白粉倒进马桶 倒了几包后 红雷感觉事情会有转机 就把剩下的白粉全倒进塑料袋 塞到天花板上 长期贩毒的直觉 让他感觉到屋里还有人 拿枪指着一看 竟然是牙医的女儿 所以才有了他抱着小女孩逃命的故事 而当牙医告诉红雷 他老大当时就被打死了 红雷的第一反应 就是要牙医返回诊所 拿上那些白粉去交换女儿 听起来简单无比的交易 做起来千难万难 牙医趁夜返回诊所 确实取出一包东西 可还没等他走出几步 就被警方当场抓获 双手反扣 带到队长面前 他以救女儿为条件 希望队长不要抓他 可队长还是把他送进去 关了十几年 后来 红雷只能一直照顾小女孩丹丹 他吃饭的样子很急迫 红雷心里更急 老大已经死了 牙医却没了消息 那些白粉也没了消息 再这么下去 不被警察抓 也得被邵东家干掉 是时候了 反正老大已死 只要再干掉废物邵东家 一切都不会再有阻碍 当和尚们还在念经祈福时 红雷已经用毛巾缠好手枪 就这样 一切拦路之物都被扫除 父子两代毒枭的照片摆在一处 红雷虔诚的行礼跪拜后 他正式成为这一代最大的毒枭 忠心耿耿的小弟们 为他出生入死 而他给小弟们的回报也很丰厚 再后来 小女孩已经长大 成为红雷的女人 牙医也终于被放出来 终于有机会和红雷一起去看望父亲 父亲只是问丹丹 最近过得好不好 得知女儿在村子里的学校教小孩读书 无奈地问他 那些孩子是说中国话吗 生活在边境总觉得处处是危险 父亲说 有东西给女儿看 是母亲留下的 带着她从侧门进入配电室 却并没有所谓的遗物 咱们从这出去 外面背好了车 可最终 丹丹还是拒绝了父亲 她不能接受这种被绑架的人生 丹丹觉得生活幸福就好 可牙医却告诉她 只要她活着就行 跟着红雷显然不会有什么活路 可丹丹执拗地认为 红雷对自己很好 而且母亲去世前 一直都是红雷帮忙照顾 在丹丹眼里 红雷就是世上最好的人 可她完全忘了事情的起因 就是因为红雷和老大 用她家的小诊所演示交易 才有了后来她和父亲的悲剧 丹丹幻想着 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地方 她只希望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父亲别让自己为难 她已经习惯这种生活 希望父亲能理解 你试着理解 我试着让她做好 这些年丹丹在村里的小学当老师 她觉得这样很幸福 而且已经怀上红雷的孩子 可红雷那边每天和白粉打交道 哪有什么安稳可言 这天意外终于发生 整座房子突然倒塌 单单护着小朋友们从废墟中逃生 顾不得扭伤了腿 骑上摩托去找红雷 质问她 出钱盖的是什么破房子 好好的就塌了 看着病床上的孩子们 红雷不知做何解释 可当得知倒塌的房子 当场砸死八个孩子 红雷终于怒了 她让手下带着医生去买药 花大价钱也无所谓 随后找到当初成建房子的公投 在红雷反复的询问下 公投从最开始的十万 到后来的五万 再到后来的不到三万 为着良心吞这么多钱 红雷当场就给她开了几个血洞 承包商盖房子 还敢偷工减料 必遭天遣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红雷新生退役 再加上 后来制毒时 刀子意外划破手指 不吉利的兆头 让红雷决定放弃生意 她想给自己和孩子积点应得 然而生意一旦做大 就不是某个人能轻易控制的 生意不做了 我们都赚不着钱 恐怕会失去保护 小弟的话 无疑是在威胁红雷 不许他退位 但不等红雷给出回复 小弟就召集人手 将红雷和丹丹绑架 在野外挖了个大坑 准备把小两口埋在这个风水宝地 红雷恳求昔日小弟们放了丹丹 可回应他的 只有踹在脸上的小印 即便如此 红雷仍旧跪地恳求 希望能给丹丹一条活路 可贩毒的人哪有什么心软 看着红雷瘫倒在深坑里 丹丹一言不发跳进深坑 还交代小弟们快点动手 随后便安心地和爱人躺在一起 昔日小弟接过铁锹疯狂洒土 直到整个世界暗下去 红雷也认命了 但他没死成 村子里的小女孩发现了红雷 随后便召集村民将红雷救出来 大爷大妈们用土法研磨草药 给夫妻俩智商 等身体稍稍恢复 红雷知道 这里不能久留 趁着天还没亮 就和丹丹一起乘船离开 就像当初 他带着丹丹离开交易现场 失去一切的红雷 只能厚着脸皮去找老丈人 一看女儿女婿这副样子 牙医也明白了一切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现在还落了难 他怎能不让女儿进门 可红雷就算输掉一切 还有最后一招没动用 是我留的救命的货 我现在需要钱 红雷选择和坤哥交易 而坤哥的运毒方式相当隐秘 这天张警官拦下一辆出租车 意外发现后备箱里有很多窗帘杆 纸箱上还挂着一把钥匙 根据这条线索 张警官果然在停车场找到一辆货车 用那把钥匙顺利打开车门 可几经翻找 始终没发现任何疑点 唯独少了一侧的车胎 于是他走进附近的维修厂 试图从车胎里造出藏匿的白粉 你的胎吗 刚才还在这呢 好像去那边了 张警官文言快步走出想要追踪 可很快就发现不对 坤哥可能在骗他 果不其然 再度返回时 坤哥已不见人影 而真正的维修工已经死在卫生间里 此时 坤哥正在猛秀车站等人 一个黑衣男子提来皮箱 轻轻放在石凳上 随后提走另一个皮箱 交易顺利完成 坤哥提着箱子回了家 第一个动作 就是先检查门口的沙土 有没有被人动过 确认无误后才敢打开房门 可就在进去的一刹那 他发现楼道天花板的灯泡 好像被人打碎了 想来想去 应该装个监控比较保险 于是侧着身进了房间 晚上加班加点处理这些窗帘杆 把一包包白粉塞进里面 这种运毒方式极为隐秘 不熟悉内情的人根本发现不了 而住隔壁的女孩小叶 这天带着爱犬回家 狗的鼻子坠灵 停在坤哥家门口久久不愿离去 狗叫声让坤哥有所警觉 卖白粉如果被发现 是会掉脑袋的 但他早已安好监控 从画面里 看到小叶和狗进了房间 也就没多想 仍然专心藏匿白粉 可小叶也不是傻子 爱犬不会平白无故乱叫的 于是靠在卫生间墙上偷听对面动静 隔着墙始终听得不真切 脱掉鞋子 光脚轻轻踩过去 殊不知 这一幕已经被监控拍得一清二楚 就算他和狗子都没发出声音 坤哥已然拉开屋门 六目相对中 光着脚的小叶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灵机一动 问他家是不是有死耗子 所以狗才叫 坤哥随口应付着 砰的关上屋门 小叶没心思一直纠缠邻居在干嘛 每天都会到合唱团和大家一起排练 这天的他因为一点摩擦 冲过去开始暴揍前边的女孩 都没有人敢过来拉架 与此同时 坤哥趁着周围邻居都不在 悄悄溜出房门 用专业手法打开小叶家门锁 狗子听到声音就跑了出去 闻着白粉的味道冲进坤哥家 坤哥见状立刻回家关门 见狗子冲自己的白粉疯狂笑叫 坤哥缓缓举起枪 杀完狗子后洗了个澡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而另一边的小叶 也在哥哥张警官的帮助下 从警局被接出来 甚至还抱怨哥哥 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张警官很无语 一路上都不想说话 他不明白 自己这个妹妹怎么总是惹事 小叶告诉张警官 隔壁的邻居可能有大问题 希望哥哥能以警察的身份过去看看 可张警官这时还在赌气 不愿搭理 真的有问题去看看吗 你有没有想象 白子问题总是找你了 话说到这份上算是聊不下去了 俩人不欢而散 然而就在张警官走后 危险真的出现了 小叶因为找不到钥匙开门 只得又给哥哥打电话 让他送钥匙过来 就在他等在门口 呼唤爱犬名字时 狗子却没有反应 反而是隔壁的坤哥走出来 见他神色不善 小叶害怕地拳起身子 三更半夜被一个如此诡异的壮汉盯上 谁能不害怕 此时张警官晃着钥匙来找妹妹 但左看右看也没有小叶的身影 敲门都无人应答 用钥匙开门后 里面更是没有妹妹 只得打去电话询问 见他手机铃声响起 杀心一路 张警官隐隐约约 听到墙那边传来手机铃声 也发现不对劲 在边境当警察多年的直觉告诉他 这里一定有问题 可妹妹小叶 已经被坤哥用保鲜膜包裹 再有片刻便会窒息身亡 望着苦苦挣扎的小叶 坤哥面无表情 这不是他第一次行凶 小叶的命在他看来 不如一包白粉重要 还好张警官透过窗缝 发现窗帘杆 隐隐猜出 坤哥很可能就住在这里 连想到妹妹突然失联 其中必有蹊跷 此时坤哥关掉了屋里的灯 张警官给子弹上堂后 脱下鞋子放在门外 营造出他站在门口的假象 对着枪眼一看 发现张警官倒地 坤哥放心地提着皮箱出门 却刚好被张警官用枪抵着脑袋 就这样 妹妹小叶在临死前一刻被救一下 这个执拗又泼辣的女孩 紧紧抱着哥哥 埋怨他刚才不该和自己怂气 被抓进局子后 张警官要求坤哥联系红雷 坤哥照做 打去电话说 自己有些事耽误了 等过几天再交易 急用钱的红雷也没办法 只能选择等待 抓捕红雷的行动即将开始 张警官要向妹妹告别 可刚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小夜 到排练厅找耳环 张警官也帮忙翻了舞台 终于在缝隙里找到 交代妹妹自己要出趟差 过几天就回来 可小夜却拦下哥哥 问他想不想知道自己上次为什么打架 打架倒不是因为变态老师 而是因为在混乱中 不小心把新买的墨镜拉下了 回去找时还被对方骂了一顿 后来小夜男友自告奋勇要去讨说法 回来后竟然说墨镜打烂了 其实是送给另一个人了 也就是之前他打的那个女孩 这个事情也不是他指安问题 是感情问题 哥哥听完 宠溺的骂小夜就是个娃娃子 随后便去见了已经退休的队长 队长也很后悔 当初不该把牙医送进监狱 应该让他先换回女儿的 可之所以当时坚持把牙医送进去 就是因为队长听到装有窃听器的鞋子 是被人故意脱下来的 因此认定牙医是共犯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 再说也没多大意思 只能助张警官行动顺利 他现在在一个牙科诊所给人打工 张警官不想耽误时间 直接了当对牙医亮明自己的警察身份 希望牙医能配合行动 认为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后 让坤哥再次给红磊打去电话 红磊听完瞳孔一阵 但依然顺着话说下去 表示自己会去米线店交易 张警官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 于是一个人去了梦秀车站 这里空无一人 连个鬼影子见不到 看了一圈也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但还是决定在车站埋伏人手 交易前一天 单单希望红磊别再去冒险 哪怕赚不到钱 夫妻俩人能平平安安离开 不就很好吗 毕竟当时能从老林子里活下来 就已经算是赚了 可红磊坚持要去 还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 每个人都在大口吃菜 面无表情 第二天一大早 坤哥就在猛秀车站等待交易 高处早已有狙击手提前埋伏 可红磊却在小镇过道上 提走一个皮箱 随后给坤哥打去电话 改再往定饭点十点半 怎么又换定 等你五分钟 在车站没抓到人 张警官有些沮丧 要大家按第二套方案继续等 自己先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就这样带着坤哥去饭店和红磊交易 箱子打开后 确认都是红色百元大钞 红磊推过装白粉的箱子 却阻止开箱检查 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希望张警官能抬抬手 可下一秒 脑袋上就多了一支枪 张警官要求打开箱子 里面确实是白色粉末 可他没看见里面还藏着一把枪 红磊提着钱就要走 坤哥血抢黑吃黑 逼着他把钱留下 可他不知道 枪里其实就一颗子弹 打了张警官 他就打不了红磊 临走前 红磊一把火烧了所有白粉 一个人提着装满钱的皮箱离开 他自信 这个计划绝不会被砍穿 也坚信能顺利和丹丹离开边境小城 机场的丹丹一脸兴奋 梦想多年终于成真 牙医却拦住女儿奔向红磊 不对 气氛不对 红磊开始怀疑 自己这个岳父 莫不是已经成为警方的人 可他环顾四周 没发现什么异常 短暂思考后 红磊选择枪支牙医 红磊笑了笑 蹒跚着走过去跪在牙医身前 拉了拉他的手 什么话都没说 随后便瘫倒在地 当场断气 女儿不敢置信地看向牙医 没想到 父亲还是这个选择 而警方打开红磊的钱箱 却发现里面只是一堆废纸 此刻牙医才明白 手心里的那把钥匙藏着大秘密 入夜后趁没人注意 用钥匙打开小诊所的门 这里早已布满珠网灰尘 却有一只崭新的皮箱放在长椅上 牙医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红磊从一开始就留有后路 也知道自己这个岳父 会选择和警方合作 提着装满废纸的箱子去机场 是最后能为岳父做的事 把钱留在小诊所 自己死在机场了却一切 就是让他们以后生活能有个保障 可惜就像警官妹妹曾经说过的 这个事情表面上是治安问题 其实是感情问题 牙医平静的生活莫名其妙被打破 女儿被抢走成为人质 还要被迫为毒贩取回白粉 结果当场被警方抓获 这样因为毒贩而倒霉透顶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因为三言两语就改换立场 更不可能帮所谓的女婿逃走 边境风云中的牙医 就像警官的妹妹 墨镜被抢走 拼死也要和抢走墨镜的人打一场 而那个戴着墨镜 还敢对妹妹嚣张的姑娘 不正是牙医这个便宜女婿吗 努略人家的女儿当人质 甚至后来还娶了当媳妇 最后还要让牙医接受这段感情 她女儿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对绑架自己的毒贩不离不弃 可对她又不能如此简单的下定论 一个小女孩无亲无故 被一个还算熟悉的人养大成人 在语言不通毒贩横行的地方 就只有这么一个算不上亲人的亲人 就算给她机会 她又能做何选择 也许是命运使然 她放弃亲情选择爱情 可也生命中注定 她的爱情不会有结局 她似乎有别于其他匪 会对小女孩手下留情 会把她抚养长大 可她又和其他匪没什么不同 黑吃黑 贩毒 突袭 枪杀 甘愿退出江湖并非良心发现 是因为她已经不缺钱 所以说以后不做了 就希望给条路是不可能的 结局也是早就注定的